麥克風是不是反過來了 我轉看看 欸 幹 好像是欸 白漆啊 媽 保險套戴反了啦 那個捲了 捲到裡面去了 哈哈哈哈 不要哭泣 牙帽 謹慎 晚上好 今天的聲音如何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們每次開頭 都要利用這個 5到10分鐘的時間 來測試一下我們今天 聲音的品質 請問工作寶公會可以 貸款買車嗎 可以啊 其實我跟你講齁 貸款問題剛剛有人問齁 不知道自己的 條件有沒有辦法買車 對不對 那我覺得現在是這樣 不管齁 你是在這個 你在擺地攤 還是在這個 八大 八大行業上班 那不管齁 等等的 很簡單 你領了現金之後 你在菜市場買菜 買麵 都沒關係齁 你要記得把這個 你每天的這個 薪水啊 錢啊 要存在銀行裡面 所以我覺得現在 車貸其實他看的不是你的 什麼工作久不久啊 那都參考而已 他主要看你存款有沒有錢 有沒有在進出 有沒有在使用 你只要不管你在做什麼 有沒有勞健保 保工會 沒保也好 只要你存款部有錢都沒有關係 也不一定說要滿滿的錢 一百兩百三百四百五百不用 你就是每天或每個月 都有一個現金在 存進去領出來 存進去領出來 那都沒關係 他主要就是看你這個流動 看進帳進出帳 就那麼簡單 當然也看你剩多少錢 你每個月 月初一進來五萬 然後他過三天 結果就花完 全部領出來花完了 他覺得說你大概每個月的生活費 就大概是你賺的錢 搞不好還不夠 對不對 他就覺得說 那你怎麼有錢在負擔一台車 而且他還會想喔 你買一台車回來 你不是只有 繳貸款錢而已 你還要保養 你還要加油 所以你如果錢都用剛剛好 他怎麼敢借你錢 那再來第二個他會看你的車種 如果你買的是一台少年拉車 你買回來又會改 你買回來這個又會消胚 車子年齡比較舊 可能又會怕你回來又要修車 他覺得 你應該沒有錢養得騎這台車 所以他就不會借你 好不好 要看金流進出 不要一進來全部都出去了 好不好 小藍兔去報廢 對啊 我們那個小師從 我大概七年前八年前開店開始 然後那時候就下定決心嘛 我們要做好這個收服務 所以我們店裡就是要準備一台代步車給客戶 那時候就找了一台March 然後把它烤成藍色的 然後一直不斷的修一直不斷的修 然後就是整理好之後 然後就開始借客人 他如果回來維修保養 給他們做代步 臨時的代步車 那後來也用了真的用了久了 超過應該用他超過五六年了吧 那最後一次引擎就GG了 引擎GG了之後 我捨不得把它爆廢掉 因為我把全車烤成藍色 如果有來看過就知道我小師的那個招牌是藍色的 然後已經掛掉之後 我又放了一兩年 然後我才把它 在昨天盤點的時候 這個很下心來把它爆廢掉 因為公司真的 車太多了 對有人一直在問說 盤點過後車會不會更多 盤點過後車不會更多 只會變少 因為我昨天盤點主要是要知道 我有多少台車 然後 各要怎麼安排怎麼處理 該報廢的 像我昨天一口氣 報廢掉五六台車 因為我真的捨不得報廢車 我都覺得 車子留著應該會有用 可是放到最後往往都沒有用 所以我昨天 光報廢掉的車應該虧了 昨天一天就虧了 30萬以上應該有 其中不乏齁 比如說像小蘭好了 你想想看一台1993年的March 我昨天翻了一下 成本已經30萬了 就是從五年前 我買它進來開始 然後整個整理 加上全車烤成藍色的7 然後再借客人陸陸續續的保養 然後小蘭報廢掉的時候 報廢掉大概剩1萬塊不到 那台車的成本已經到30萬以上 然後還裡面還有包含一些 它本來就是換進來準備要報廢的車 我捨不得報廢 裡面也有一兩台是說 我本來應該說是買錯的 那個本來買回來 覺得說整理整理有沒有 可以賣掉賺一些錢 結果整理到一半 覺得起不來 那個就算整理起來 賣給人家也 不好意思 就報廢掉 那種成本都一二十萬 把它報廢掉 直接就報廢掉 所以我覺得一天應該至少虧30萬以上 The sale廠棚也報廢掉了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個禮拜我這邊準備的問題 那個有很多人反應說 其實我遇到滿多 我們自己也遇到滿多 有很多網友反應說 其實他們去兼禮戰的時候 去驗車的時候 不是都會登記里程數嗎 那里程數都會被誤值 就是被登記錯了 他明明一手車 從來也沒有調過表 那我遇到很多 比如說他上次驗車是 比如說假設 十萬零一百好了 就這次去驗車被登記成十萬零五十九公里 結果呢 就被秀紅字了 那可能有時候是那個 百位數十位數啊 登載人員 有可能打錯 電腦打錯 還是怎麼樣 就被秀紅字了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們自己有在開二手車 你們有在驗車的啊 驗車完你們一定要自己 進去這個APP裡面 然後查一下你驗車完的里程 有沒有被登載錯誤 那你一旦登載錯誤 你要趕快回去反應 像我遇到不少的客人是已經 被登載錯誤 可能已經好多年了 那他也不知道啊 他們不會沒事去查嘛 那一直等到他賣車的時候 一賣人家一查說 哎呀這中間有被登記紅字 里程回轉 那其實有時候一看都差那種幾百公里的啦 那我也看過差幾千公里的 那很簡單的一個道理嘛 我要去調表我調幾千幹嘛 懂我意思嗎 對不對比如說我剛剛講的 這次驗車跟半年後驗車 只差三千公里 那我要調表我幹嘛去調三千 不會因為你調三千跟調三萬最不一樣啊 對不對 調表就是調表啊 沒有意義去把它調三千而已嘛 所以那一看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一看就知道是登記錯了 可是問題是已經過 這麼多年了 你才發現你要賣車 被車商鳥說你表不準紅字 你要回去指無對證啊 也不好查了嘛 但我知道他們現在 聽說都有做照片的留存 可是我不知道會留存幾年 你想想看喔 他如果每一台車 每半年一次驗車 他都要把那個圖檔留存起來 我覺得應該沒有留那麼久 我猜啦我不曉得 所以這個是這個 跟大家提醒 你如果去驗車 自己隔幾天 可以上網去 監禮服務APP 去查詢一下 你的 歷程喔 有沒有驗車被登載錯誤 我也遇過 九萬九千被登記九十九萬公里的啊 真的啊 這都是有的 這都實際上發生的事情 可是有時候這個 我覺得不能怪監禮站人員 因為他們一天要驗車真的太多 所以有時候難免啊 小姐輸入錯誤 或自己在打電腦的時候輸入錯誤 都有可能 你說怎麼避免我也不曉得 但是我覺得 還是值得鼓勵的 因為以前是完全沒有 監禮站的這個里程數可以參考 現在變成有了 我覺得好很多 所以有些人常在幹狗說 哇這個老民啊 然後說什麼啊 這個監禮站人員很爛啊 什麼這什麼爛規定什麼 還有一些會去質疑說 小師哥 監禮站那個真的準嗎 可是我想說的是 我們以前 我以前買車在被騙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任何可以參考的東西 那現在即使有時候真的會打錯 或是怎麼樣 但是至少已經有一個可以參考的依據了 那至於說是不是百分之一百 我倒覺得是其次 甚至說當然沒有辦法像美國那樣說 欸 全部連這個維修保險紀錄 全部都連線 當然這個是未來的趨勢 也希望未來會這樣 好不好 因為我遇到太多年輕人 真的是實力很堅強 我講實在的 真的啦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 只要努力實力都是很不錯的 我剛剛那個影片的GTI來買的客人 一百多萬 年輕的喔 現金 本來以為他貸款沒有 我現金 酷勢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說 銀行他也不是笨蛋 你一個年輕人來 你要帶雙B全額帶 你的馬庫不夠強 你的資料不夠漂亮 銀行怎麼可能借 那銀行既然敢借他了 我覺得 代表他有一定的實力 還款實力 那因為又不是錢莊 是銀行 對不對 錢莊我不敢講啊 他們可能風險高一點 他們衝一點 所以我是覺得 我不太會去 有些客人 你不要去懷疑他的實力 要不然他也會覺得說 你看不起他 對不對 我們不會這樣子 最近有人在這個 我在網站上 論壇上 有看到有人提問 說 欸 小絲汽車真的生意很好嗎 到底是不是真的生意很好 聽說什麼要預約什麼 搞得好像生意很好這樣 是真的還假的 但是我想要講一句話就是 是真的人力不足忙不過 那 這個問題喔 我頭痛了其實蠻久 就是因為我一方面 我怕 這個服務不周 服務不好 對不對 被客人抱怨說 這個不搭理他 對不對 那我要請更多人 來訓練的話 我開銷又變大 那大家都說 小石你這邊好擠喔 那要不要再租地 在租地也OK啊 在請人也OK啊 對不對 怕服務不好人交好就好 可是問題來了 我這邊多出來的開銷 我要找誰要 當然要找消費者要啊 因為我利潤就要抓更多啊 那我覺得這個有為我原本的想法 我原本想說 我們就是用這個最精簡的人力 想辦法拉高最好的品質 提供最好的服務 然後利潤要合宜 剛剛好就好 那我一昧的 弄很漂亮的展間 請黑絲襪來 這個烤片土司給你吃 提供很舒服的 休息環境 從這個你進門店門口開始 我們就鋪了一條紅地毯 然後旁邊 站了一排小姐 來歡迎林董光臨 對不對 你還沒看車還沒買車 你就先做到VIP room 水果盤先上 對不對 然後就叫一排服務專員 站在你面前 先生你好 我是台中的 我是來自這個桃園的 我是來自台南的 有沒有 然後讓你選一個服務專員 那問題是 這一些多出來的開銷 要找誰要 不以為當然找你透啊 我也思考很久 不是一昧的變大 或者是一昧的請更多人 所以後來這個我決定就是 為什麼要做這一次的盤點就是 我把一些不必要的車忍痛 我一些捨不得 捨不得處理的車都把它處理掉 然後我也盡量克制自己 不要亂買車 好我們就盡量就是買 比較符合大眾需求的車子 想辦法提升服務品質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別人廣告 打什麼雙證件呼吸專案 一台車他明明要賣80萬 他就PO個40萬 為的是什麼 騙你來到店裡 我怎麼 怎麼會有人 客人來到店裡說 不好意思你沒有預約 我們今天沒辦法幫你服務 可能要改天再來 你懂我意思嗎 怎麼會有人那麼傻 人家要送錢來給你花 啊你跟他說不好意思今天 老子不接客 不可能嘛 所以 是真的忙不過來 不是假的 就有人留言啊 說啊客人就算這個 沒有預約來到店裡 你好歹也是應該要服務他一下 啊問題就是 沒人幫你服務啊 所以台灣人會有這種想法 有時候有些消費者會有這種想法嘛 啊反正我沒預約是不是 幹我去了他媽的 見面三分情 你就是要派人來跟著我來服務我 我沒有預約我到了 沒人搭理我 我就上網留言嘛 我就說媽的 我到你們小吃汽車 都沒有人理我 我怎麼辦 我要怎麼辦 我就算我現在已經公佈要預約了 還是很多人直接殺了 他覺得說啊我就去啊 我去一定是要給我看 我去了反正他就讓我看了嘛 他有可能把我趕走嗎 所以我就去就對了啊 我覺得還是大部分的消費者 都有接受這樣子的預約制 但是還是會有人直接跑來 那不知道的 當然比較不好意思 沒有可能沒有在看我們粉絲頁 有些真的是這個慕名而來 他也沒有在追蹤我們的粉絲頁 也沒有在追蹤我們的youtube 也沒有在追蹤我們的東西 所以他就直接衝來 也有可能 有的是來朝聖 來看一下小事 看一下柯P 看一下泰山小寶貝 那事實上 我坦白說 我也很喜歡 跟每一個來的客人聊天 可是萬一 你來了 我們不好意思忍絡你 就必須要花時間在你身上 那對真的有預約的客人 其實是真的比較不公平一點 我現在在架構一個線上的預約的網站 以後 我們應該就是會一律通過網站去 預約 就像你要預約這個餐廳一樣 就直接讓你在線上做定位的動作 這樣子就可以確保說 這個只要你時間到 我們就會提供你用我們這個120分的力量 提供你最棒的一個服務好不好 那也常有人問啊 你們那個網站上車沒幾台 我看現場車那麼多 不然我去現場挑好了 那我也是講你來現場是這些車啊 因為你看到那麼多車可能有大部分是賣掉的 大部分是還沒檢查的 還沒有整理的 還有部分是老闆買回來 不知道衝三小的 那如果這個老朋友 像Helix老朋友 你要過來開槓 你幹嘛預約你來 紅甘隨人 對 你來 不是大家熟了 你來 我沒空我就 我就沒空跟你聊天嗎 你也看得出來 啊我有空我就會跟你聊天嗎 不是都這樣 啊大家就很輕鬆 很舒服嗎 我跟大家分享 以前我這個在念二專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是念大學 我是念二專 我念二專的時候 我就在台中最有名的紅茶街 我在那邊打工過 我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我年紀輕輕十八九歲 我看過一對這個男女朋友 他們坐在那邊 一人坐一個位置 面對面 就兩人的座位 然後這個 一人點了一杯茶 然後呢 兩個在那邊看書 四圍街 對對對 四圍街 我是在俯後街 還有四圍街 那個是茶街 沒有錯 沒錯 哇他媽這邊都是台中人 讚 都是他媽老闆 自己人啊 我打工的店就在村水堂隔壁 然後一對男女朋友 他們就安安靜靜的 面對面的坐著 一人點一杯茶 然後看自己的書 可是那個氛圍很神奇喔 我在那邊當服務生嘛 對不對 我端東西去 會看一下他們兩個的這個互動 這兩個人雖然喔 頭到尾很少講話 幾乎都沒有在講話 可是你很清楚的感覺到說 這兩個人是一對的 很舒服 不用多餘的話 所以HIT IS你來就是這樣 雖然我沒有空跟你講話 但是你絕對明白 我的心是愛著你的 哈哈哈哈 大概就是這樣 好不好 我是腳在上面拉 他們都沒有做那些動作 他們之間那個 彌漫的那個空氣氛圍 真的就是非常舒服 我覺得反而 真正的兩個人在一起 不是說 喔話很多 我跟你講我跟你在一起啊 話好多喔 我跟你聊不完的話 我跟你講 最後都很煩 都很膩啊 啊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的時候 就說哇 你就像個小孩一樣 真可愛 到後來就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跟小孩子一樣啊 還是 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每天都想跟你在一起 然後結果到後來就 天天見面很膩耶 對不對 我們也是要一個彼此的空間啊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 所以話太多 我覺得不行 好啦 反正我們就之後 然後等我那個 這個 預約網站弄好了 我們還是老話一句 從頭至尾 不管生意好 到多好 我從來沒有忘記說 要維持好東西 跟服務的品質 所以我一直還在經濟當中 未來還是會有一些 受夥服務的措施 會慢慢陸續推出 好然後再來一個喔 那也因為這個 線上有700多位 觀眾朋友 他裡面可能會有同行的 也有這個修理場 各行各業的好朋友們 那我在這邊 徵求一下 因為業務量大 我們外包廠商 我在這邊徵求一下 如果說大家有親戚朋友啊 是這個 修理場啊 然後或者是烤漆場啊 人還不錯好相處 可以介紹給我們 那因為我們現在 就是要做一個不利多銷 所以我們可以guarantee 不好意思啊 我從服務外回來 不小心講英文 你們中文怎麼講 我們可以這個保證 對 保證你的每個月的這個收入 可以是穩定的 因為我們每個月產出 產出這麼多車子 當然我們的車子也是這個賣到這個 台灣的全國各地 如果說你們有這個好朋友 或你覺得不錯修理場 那我是建議要這個修理場本人 他願意啦 因為有些我預告很多 很熱心的朋友說 我跟你講 小思哥我在板橋哪一間修 那個修理場 老闆很棒 推薦給你 那問題是人家 不需要小思的配合 你去幫他推薦 就有一點 奇怪 我自己跑去找他說 不好意思啊 你客人給我推薦說你不錯 這樣人家也覺得很奇怪 人家說我沒缺錢啊 我每天贏贏 對不對 看著潘仔夢說 我過得很好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說你們如果真的有好朋友 他很努力或剛開始創業 開了修理場 全省都可以啦 但是考七 可能就是要在雙北啦 修理場全省都可以 這個我覺得人老實就好了啦 那技術的話 當然我們會去了解 然後才會知道說 要發配給他什麼樣的 你如果簡單換機有那個很簡單啊 對不對 就我們了解以後 我們會去分配這些資源 那我是覺得我也沒有要從這些修理場 得到什麼好處 我沒有要他們給我錢 小吃汽車跟修理場做配合 只是為了要掌控客戶 讓客戶這個售後方便 保修方便 很多賣車的齁 他要幫你介紹修理場 不是因為要幫你修的便宜修的好 而是因為 他認識的修理場才不會亂講話 你懂嗎 有些市場看到你買二手車 反正不是跟我買的嗎 我也不認識 我就開始講這車很爛 那車很爛 你才會在我這邊修 我才賺到你的錢 有時候賣二手車最怕那種煮什麼 被人家煮大堂的 有沒有 所以他才要幫你 這個介紹修理場 然後再來一個 你以後如果在那邊修理 有經過我 我可以賺一手 有些的介紹是這樣 但是我在這邊 760位觀眾朋友 我可以講 我們幫客戶安排修理場 不是為了要從中賺錢 我跟你講 我的錢就是從賣車賺 我跟 每一位來跟我們買過車的這個消費者 我都講 我要賺你的錢 在我賣你車的時候 我就賺了 剩下所需要的服務 我不會賺你的錢 我賺你的錢 沒有意義 你修理一下 三千五千 我賺八百一千 我幹嘛 我何必咧 如果說 線上觀眾朋友有 你有親朋好友 真的是 這個很認真 人不錯 好相處的 麻煩你在私訊 我們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會派人 親自的去了解跟茶房 茶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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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硬了 茶房 有沒有看到我右邊 清新民房 哇 這個是我們的客戶 可以這個 上網google一下 賣茶的 茶溫 茶色 回沖率都不錯 不是那個 這是我們的客戶 真的是賣茶的 好不好 有興趣的可以幫我們了解一下 清新民房 好不好 這個是我們的客戶 跟我們買車的客戶 剛開玩笑的 不要以為真的 媽的 不要打去那個 以前不是有惡作劇 有沒有 你如果覺得一個女的 比如說你覺得苦瓜妹很雞歪 有沒有 你就去男廁 牆壁 用奇異筆寫她的電話 然後寫說這個 EH2S多少錢這樣 來電等你 有沒有 她電話就被打爆 好不好 真的啦 真的是茶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在屏林 屏林 屏林都產好茶 好 然後這個 我們的cota 下面這個cota也是 這是我們的衣服的廠商 好不好 大家有機會 也都可以去幫她這個 高官一下 下一個問題是 有很多網友跟我反應 現在在很多汽車的社團 跟有一些同業 可能會拿小絲的價格 來做一個 來嘴啦 就是意思就是說 像某社團 有人可能貼 小絲有一台這個我想去買 然後就會有裡面的這個自售的賣家 可能跳出來說 我跟你講我這台更好啊 我這台怎麼怎麼 有的沒有的 那這個小絲是不會太貴 什麼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我覺得聽得懂就聽得懂 自售的賣家賣你車子 我坦白說 比較便宜一定會有 因為他沒有我這一些開銷 價格上我覺得是 可能應該是會更便宜 問題來啦 你後面出問題的時候 你覺得 他會不會理你 那還有一些這個 包括同業的也是 他可能會去 拿別人 其實都會啦 我不是講自己多高 上我們也會啊 我就講到 講一個嘛 我也常常拿原廠的價格來 來比啊 我完全不會多少 我不會多少 可是其實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也常常在講 我說原廠他們那麼高的 這個行政 管銷費用 對不對 那一定要從利潤裡面來 這個我自己是很清楚的 所以原廠比較貴是合理的啊 要不然他怎麼維持生計 那也因為他貴 所以才給我們存活空間嘛 那再來一個像玉傑講的 我覺得某種程度也是一個指標性啊 如果今天有人會去說 小事賣多少錢 小事賣多少錢 那代表小事這兩個是大家知道的 如果今天同行跟他講說 小事這台車一樣賣多少錢 客人說小事一下 你跟我說小事要做好 很有名的嗎 可是我是覺得價錢也不能這樣比啦 因為真的二手車就是這樣嘛 一樣的年份 一樣的配備 一樣的顏色 一樣的等級 一樣的里程數 問題是車況就是不一樣 對不對 今天這個馬子跟我交往過 跟這個馬子跟這個阿呆交往過 對不對 出來以後形狀不一樣嘛 個性都不一樣嘛 每個人調教的方式不一樣嘛 出來怎麼可能會一樣 其實有時候二手車這個真的不能用 不能用價錢去看 你還有牽涉到有沒有售後服務啦 雖然大部分可能是沒有的啦 那售後服務這個東西又很模糊啊 到底可以到什麼地步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就是喔 這個還是會發生就是 有一些車行喔 消費者去他會在那邊講說 小吃很熟的啦 我都給你做生意 我告訴你 他的車都把我調的啦 或者是阿 我跟這個小吃喔 麻糬的啦 有的沒有的 我再次澄清喔 我不會什麼 車子阿 放在人家那邊 怎樣怎樣阿 這個 掉來掉去什麼 我沒有在做什麼事情 不要去相信說這個 人家同行說什麼 小吃怎麼樣 小吃怎麼樣 沒有了沒有了 你沒有來我們這邊買的 都 不是小吃這邊出品的 然後最後有一個 就是也有這個網友齁 最近貼給我的 網路上說 有一個叫小吃車庫 然後有人就是 傳圖片給我看說 小吃這是你的嗎 小吃你又開一間分店了嗎 小吃你是不是又開了外匯車的 專賣外匯車的 沒有不是我 他的名字一模一樣 小吃車庫 四個字他叫車庫 好像在FB吧 你們有空你們可以去看看 微懶的把圖片抓上來了 你們去找應該找得到 所以發現就是很多人的疑問 不是說小吃這個是假的 有人模仿你 他們的疑問不是這樣 他們是認為 好像我真的有在開一間 專門做外匯車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會誤導 到我的觀眾群 消費群 所以我在這邊 我要把它放送出來 跟大家這個 這個釐清一下 小吃車庫不是我的 小吃車庫不是我的 小吃汽車才是我的 我們這一家店就在這邊 就在我們直播的地方 在戲子 好不好 我們是有這個登記在案的 那我有人貼上來了 對對對 桃園你看 大家要記得 我在這邊宣導一下 那個不是我的店 好不好 不要去的說 沒有我是小吃的弟弟 我是小吃的三小 沒有那種東西好不好 剛剛兩個桃園 現在來一個中和的 小吃車庫 我當初取這個名字的時候 有時候被人家覺得很蠢 結果到現在沒想到 都被模仿 為什麼會這樣 我家三下有一間 那個連鎖的洗車 洗車美容店有沒有 他的標語 我就覺得很屌 一直都被模仿 但從未被超越 哈哈哈哈 我真的做夢也沒想到 有一天小吃這個爛名字 竟然會被拿來這樣用 太屌了 我真的覺得我取得很爛 你知道嗎 以前人家那個車行有沒有 都取得很有酷 很屌有沒有 我取一個小吃 聽起來把它整個弱掉 我當時用這個名字 就是很單純 我的一個想法就是 我把我的姓放在招牌上面 第一個代表 我沒有打算要換招牌 我也不會做壞事 我不能做這個 讓我的祖先蒙受這個羞辱的事情 我就是不能對不起我的姓氏 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我覺得日本也很多什麼什麼 藤原公物店 小林眼鏡 小林很厲害 會做眼鏡 還會剪頭髮 還會做肩餅 傳奇重工 好不好 小吃戲車就這一間 好不好 不要聽人家搶整套 我跟小吃很熟 我的小吃很好的 有的沒有的 大家這個 留意一下 留意一下 澄清一下 性事的那麼多 不能阻止別人自身小事 沒有 我沒有阻止別人啊 我只是證明說 我們只有這一間而已啊 我哪有阻止別人 我沒有說要去那裡顧啊 問題準備 講完了 剛好10點 你看多厲害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齁 下週見 剛進包廂 下次開一間大間的 大家在一起處理一下 要秀武了 秀武要放一下那個 陳惠玲的那個 喔喔喔喔喔喔 好掰掰 大家晚安啊 大家晚安